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来到群一会 欢迎大家 同时也欢迎我对面的小伙伴们 欢迎陈英权 侯振鹏 欢迎刘昭 孙超 欢迎刘延超 程世杰 好 那今天我们会用喜剧的方式打开怎样的话题呢 谢谢啊 今天我们要聊这个话题啊 叫平常心啊 其实我们这生活当中需要这个平常心 当然了 也要有积极进取的一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呢 也不必说 事事都要追求到最好 追求到最完美 有的时候顺其自然 有一颗平常心也挺重要的 比方说啊 就生活上 对吧 就是够吃够喝 小康之家 这不就挺好的吗 对不对 也不一定费得老追求 我得发财 我得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有一度就不行 可能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阶段啊 我上大学那阵 就天天做这个梦 就天天梦想 就昨晚我爸是以隐形富豪 特有钱 是吧 为了让我好好学习呢 诚心制造一个普通家庭的环境 等哪天我考上大学了 学业有成了 一揭示身份 这财产给我 天天想这事 后来我上大学了 我觉得差不多了 我爸该揭晓身份了 你别说 有的那天还真出事了 我上大学暑假 我们家那老房子装修 装修工人砸开我爸爸卧室的这个墙的时候 我发现问题了 墙后边出现了一个家具完整的密室 哎呦 我想的真对 我爸真是富豪 这种密室 钱肯定都在密室里藏着 哎呦 我一下就没有平常心了 也不淡定了 这心砰砰砰直跳 原地我站了大概得有四十分钟 我劝自己冷静冷静 淡定淡定冷静冷静淡定淡定 想了四十分钟 我终于想明白了 砸出来这密室啊 是邻居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砸过界了啊 哎呀 这个年轻人有的时候 真是不容易有平常心啊 说到平常心啊 我觉得一般我们的长辈 可能会比我们更有这个平常心 那今天我们请到这些嘉宾呢 从年龄上应该是我们的长辈了 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 著名演员石小满老师 有请 欢迎石小满老师 欢迎 欢迎石小满老师 您好 您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天津老下啊 您来好吗 您来好吗 好好好 看您来了啊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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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音无改啊 一张嘴 这是还是很地道的天津话啊 还行吧 还行吧 您得了不得啊 那这个石老师您看 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 是平常心啊 我觉得从您这个 说话这个沉稳劲上 我觉得您是一个 特有平常心的人 我觉得有别的心 没什么意思 是吧 着急 没用 说到平常心 我觉得这是您一种 心理状态啊 但是我觉得 要从您的这个经历上来说 还真的是很不平常 您比如说我们一般人吧 写个简历 你哪大学毕业 从这儿开始写 对吧 但是石老师要写简历 从九岁开始学习 是不是 九岁的时候 是我第一次主演 因为九岁我已经拍了四部电影 就是已经都不是第一部了 比九岁时 您那个履历还得靠前 是不是 就是功龄长一点 就是退休拿着多 那您这最早 是从几岁开始 我是从1958年 是艺朴生的玩偶之家 但是石老师 我还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啊 四岁开始演戏的时候 您是靠着什么眼 人家让您说什么 您就干嘛 这么乖吗 他们在这之前 就告诉我们 你跟着这个哥哥姐姐 你们三人爱到脑去 你们就玩吧 玩了妈妈说呢 你们走吧 你们就走吧 咱们这个四岁 这点东西还懂啊 对不对 但是这就算是出路锋芒了 您九岁时演主演的是哪部片子 叫小铃铛 小铃铛 那在这个六十年代 应该是特别火的一个片子了 它是咱们国家的第一部这个 人偶剧 人偶剧 就人和墨 人和小朋友 一块演 所以呢 那个小朋友 我们觉得挺新鲜 包括年轻人都也觉得挺新鲜 所以他们愿意看 我到了小铃铛 就有一点点表演很近了 比如说这时候要笑 你就 就就带一点这个了 我已经感觉到 就是主观上已经开始知道 我是在演戏了 对 不是说让我随便玩两下了 这是谢天导演导的 是吧 对对对 那当年这个谢导怎么一眼就相忠您了呢 不是相忠 是因为我已经在北影场拍过戏了 谢导啊 跟我爸爸是同龄的 他们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就是好朋友 而且呢 养我妹妹那个马家呢 他是刚刚放完他那个早春二月 所以说就这俩孩子吧 所以这是良心定做 说到这个您这个 在当年北影场的经历啊 我觉得今天现场还有一位 我们的相声演员 跟您应该还是很有共鸣的啊 我们的刘昭老师啊 这个我从北影长大的 而容不然的看到就是像石老师他们拍戏 就大家不知道小丁当分两部 第二部的时候石阳满老师就演那个 大大大大大 我已经演一个解放军了 那时候我已经很当兵了 然后我就参演了第二部小丁当了 第二部还有你是吗 对 第二部有好多孩子在看那个 贵兔赛跑那个木偶戏的那场景 你演那龟 北影场也得传统 有小孩的戏上呢 紧在这个院里的孩子们演 我们那时候也是 哦 那花匠的子女 我们特别不在乎 对 她父亲是一个种花的 北影场 这叫智景 圆艺师 对 然后我们就在那个 现在的工人俱乐部 就是北影场里的工人俱乐部 拍的那场景 所以我印象深刻 这个霸王别姬你也参加过是吧 对 那是经典的代表作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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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没主演过呢 后来我就在相上这样 因为人多的我感觉我演不上 就俩人我就能 在相上团上你也是为数不多的 桌子外部的配角是不是 哎呦 哎呦 怎么说出来了是不是 为什么你小时跟石老师会有差别 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啊 看看石老师小时是什么形象 咱们稍微地感受一下 你就知道这差距在哪儿了 我们看看啊 哎呦 哎呦 太可爱了 太香 哎 这个石老师 当年您这个照片啊 就能看得出来 您小时那种可爱的状态 我觉得您那这儿是不是得 要出去抱出去 街坊邻居得传着抱吧 大家肯定也会夸吧 后来他们有跟您说过吗 不是 我想问问你们二位 那时候的事你们记得吗 就是 是不是跟人家跟人家说呀 是不是哥姐也会跟人家说呀 不是 这个石老师是这样啊 你要说梦记呀 这个他不记得 但是我们家还有一个男的 叫我爸爸 他没事他得给我讲这个事 对啊 对吧 你小时候是怎么着怎么着的 对吧 他这些事得告诉我 你太不了解 我父亲这个人嘛 平时啊少言寡语 基本上不怎么说 我父亲呢 最大的特点就是 你别跟他说戏 你说谈剧本 谈角色 那他没了 就没完了 你要是平时生活中 基本上没话 我妈因为这怎么样 今天我做的这个 行 就完了 行 那这样 石老师您从什么时候开始 记事的 咱从那之后聊 大概在昨天 对 之前的没法聊了 不是你得先问问我 我什么时候都不记得 以前的事 对 刚说了石老师 很早就拍电影啊 因为那个时候 还是电影比较多 但我听说那个时候 您也拍过电视剧 对 是吧 好像六十年代 应该就没有电视 这电视得八十年代 我跟他们吹牛 我就说我说你拍电视 我在中国算是鼻祖了 一九六一年 六一年后 我们啊 就是电视台有一个叫 少年儿童演出队 后来第二年呢 就组建成了叫银河艺术团 我们是 等于是他的前身 我们拍的都是单本的 没有录像带 那时候没有录像带 就是那个转步车跟着走 就是现场直播相当的 对 就是现场直播 所以在这之前就要排练 就跟话剧都排好了 到那好好去预备开始 那边就直播了 这边演着那边就播着了 对 就播了 这最早的直播了 对 对 对 就是那个时候 其实他是没有这种 记录的手段的 对 对 对 就是你想录下来 也录不下来 他没有录像带 他说你还没有 这个啊 还没有出呢 这个录像带 而且那个时候 其实人们接触电视 是几乎接触不到的 甚至很多人都理解不了 我记得我们夏季 有老前辈就刘文部 他六十年代也录过电视 我还问他了 我说那有带子 那阵没有带子 就到那直播一研就完了 那阵到那 那个导演还告诉我 说这地这线啊 你别踩啊 这地这线一踩 你出来那阵都别了 就那阵老头真信 那时候这个也上了电视了 拍了电影了 小小年纪 有没有觉得 自己跟别的小孩不一样 基本上没有 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人家都可以乱玩去 我这老跟着剧组 因为那时候拍戏 很辛苦的 我听说您有一次 这个还受了点伤 也没耽误继续拍戏 就是拍小铃铛 拍小铃铛那时候 我已经上三年级了 结果有一天回去 我一个同学特别高兴 抱着我俩人 也不知道怎么这是摔了 摔了我就磕了这个左脑子 磕了之后 去学医院 就说你是哪个人呢 要休息一个月 结果戏拍着呢 怎么办呀 就得了 我说那咱们就半个月吧 就坚持着 后来就唠了点后遗症 就不能太剧烈活动 剧烈活动头就疼 师长您看啊 您这个接触电影 电视起步都是非常早的 刚才也说电视 您算鼻祖级的 但是后来 您也参加了很多的 影视剧的拍摄 但那个时候呢 可能主演啊 更风光的都是年轻人了 会不会心理上有点落差 所谓落差嘛 就是说哎 其实那个如果再长几岁的话 我也能演这个 这我就是这个落差 其他的你要是一直较劲 不行我得站在这 那你很麻烦了 是吧 这就是咱今儿主题 平常心 平常心 所以我不太计较这些东西 包括吃啊 什么这个住啊 什么的 我们住人最多的时候是 里外间住八个人 八个人 这个电视剧叫东周列国 这里外间住的人呢 可都是挺牛的 看过这个西游记吗 西游记看过 第一版的沙僧 叫盐怀里 盐怀里 对对对 他就住我旁边 我这边就是仁义的 那个副院长 叫谭忠遥 盐怀里外喝两口吧 然后我们就一人 拿个小杯子 在那弄个花生饼 就聊聊天 而且盐怀里 比我先早 第二天 在那小桌边 还留了个半瓶酒 还给我写一条 什么 我先回北京了 这酒你们接着喝 什么这样 回北京再说 就这样 这刚刚说的 都是您当年拍戏的故事 但是后来 就不太平常心了 您怎么做生意去了 因为那时候 就是年轻气盛 就觉得呢 你行我就行 你能干这 我也能干这 就觉得是这个 说我比你傻呀 老子有这种感觉 后来呢 坐着赔的稀啦哗啦的呢 后来自己慢慢反省 觉得哦 人不是任何事情 你都能够干 方便问一下 您当时这 赔了多少钱 这还有平常心吗 那没平常心也不行啊 你这 我当时赔了 不到三百万吗 几百万 不到三百万吧 不到 九十年代 不到三百万 九十年代 一万块钱都能买一小瓶盘了 您那个做什么生意 就都赔这么多 那时候 现在讲话就叫倒着爷 那开公司也不懂啊 哎 你弄点汽车 皮夹克什么这个呢 这个最后 汽车 汽车 皮夹克 皮夹克赔三百万 东西多呀 我们一哥们 从广州进来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录像机 那时候 咱不懂电器 它这个跌价 它那个时间 一下就跌得不得了 就一下就就就就赔呗 赔了三百多万 我反正一拍完戏 就把这个 留掉生活费 剩下都还钱 就还钱了 在这样一个境遇下 还能有平常心吗 这心态还稳吗 你你你不稳 你怎么办啊 我儿子没出满月 我就开拍小梁娘续集去了 拍完小梁娘续集 我就去湖南 去拍乌龙山脚尾记 等我七个月以后 再回来 人家什么翻身 什么七度八爬的 什么这种 就就就都有了 我还是心里的 还觉得挺愧对的 那您这对家人的这个 关心什么的 这怎么表达啊 这家务活是不是都包了 如果挺挺 你的老公欠了三千万 你是绝舍不得 让他做家务的 你会让他每一分钟 都出去干活赶紧还账 没事我替他还了 总结出一道理 就是这人呢 这个还是要干 更适合自己的事 对啊 不是说哪一个都能尝试的 但今天来到我们这群慧舞台 您是要尝试 是要挑战的 这说相声您尝试过吗 说相声嘛 这个有不好意思有点 我呢74年 黑龙江省搞了一个 知识青年这个文艺调演 我在这上面就说相声 但是我是正经八门没学过 就是喜欢 因为原来我们家有那个 大胶盘 就是那个 唱片 这个六十年代那时候 就爱听 常来这个他们的相声 还有这个他们群口啊 什么都有 大上寿啊 什么这些 哎 你绕口链上啊 你知道吗 我都真是很喜欢 而且那时候 通过这个收音机 就听这些老先生的这些 不光是相声 快板书 山东快书 我也非常喜欢 只能说是一业余 那这样吧 为了让石老师 咱们找回点 当年说相声的状态啊 我们先让我们的相声演员 跟石老师 咱们来一个小互动 好不好 你先试试一下 同时呢 也考察一下 我们的相声演员啊 对于包袱的这种创造力啊 考验你们的时刻到了 题板也发给我们的演员了啊 我们接下来先来看一看 大屏幕 咱们的题目到底是什么 嗯 好 好 第一道题 如果有一天我火了 我会对球英俊说什么 哎 来 大家可以动笔写了 你撸胳膊干嘛呀孙超 没事 你要打我是吗 没事 越难听越冤 这就写 那可能是错别字啊 哎 他习惯这样 实际上一点包没有 但是他得行吗 看看刘安超诚实节的啊 我写的是如果有一天我火了 我会对球英俊老师说 我 群慧的主持人我想搏一搏 好 你火不了 嗯 看看陈云权侯振鹏这一组 如果有一天侯振鹏火了 他会对球英俊说 你能来群猴会参加节目吗 群猴会这是个动物园的节目吧 对 动物系列的节目 群鹰会是我这个球英俊的鹰字啊 群猴会 对 就是侯振鹏将来还有一会 自己脸贴金了 那就改成了 还他的英字 就改成起这么个名 他的英字 看我的吧 好 我们看看这孙车这个 如果有一天我火了 我就不会再和他说话了 你知道吧 对对对对对 反你不是一天两天了 郭鼓鼓掌啊 哎 孙车啊 我觉得你可能没有理解到 提的真正的意思 不是 你知道提的真正意思有如果两个字吗 我看你现在就没有平常见 你给我投给我下去 对不起 对不起了 急了 我等我还给录了 这个就给我插掉他 好吧 来 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啊 蚊子对你说了什么 你乖乖地打开蚊帐 把他放了进来 哎 刘哥出手了 刘哥 刘哥出手 刘哥那包嘎嘎的 我妹刘哥出手 我叮你一口 算现鞋 我跟你说什么 你让蚊子进来 哈哈 吓一发 哎 你是不是写过冷笑话 已经 写过 我这得还行呢 好吧 我们看刘安超的啊 蚊子说了一句什么 你就打开了蚊帐 在吗 哥哥 漂亮 漂亮 我是这个季节最后一只蚊子 我叮你一下 我也合适 你也不亏 你把包在钉的这个包罩下来 能把这蚊帐退了 哎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道理的 哈哈 够狠 你还蛮新的 哎 这还真是 他那是典型天津像素的根 你呀 你这么办 你把那蚊帐打开 我让他咬你一口 你呢 也合适 我也不亏 对不对 你呢 派下这宝来 你上那个商店 把这蚊帐退了 咱俩 他是这么个意思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道题 好 一比九 这是什么的比例 真不太懂 他这写好了 来 你给我念一下吧 这一比九 这是我跟我太太消费比例 她买衣服 我买酒 哦 哎 一比九 哦 哎 这好 这挺好 这么个意思 这挺好 他老买便宜衣服 你老买贵的酒 这不合理 对 是吧 对对 咱俩都都给念多 咱俩都给念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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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有点创意 一比九 来吧 刘洋超 一比九就是 我们俩台词的比例 哦 我捧根词太少了吗 是不是 那也行 一九根这是 一九根 观众朋友 咱们再一起来看看 刘昭又会怎么做的 哎 真好 是 您笑容 观众朋友 现在呢 我们留给刘昭的时间不多了 嗯 一比九呢 就是这个 我恋爱的成功率 哦 好 我们这个相声演员 都是挺有创意的 这个一会儿啊 这个石老师 您也要说一段相声 好 我们也得看看 您的这个脑洞 到底有多大 有多丰富 这我脑袋就这么多 哎 这个在您演之前呢 我们先让我们这个相声演员 先来分别展示一下 咱们看看他们的相声方面的 基本功怎么样 好吗 好的 好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先请 陈一诚前 侯振蓬伯 好吧 谢谢来 有请两位 谢谢大家的掌声 谢谢大伙 哎 今天这话题挺好 是啊 平常心 啊 这事挺好啊 哎呦 怎么就说得我心坎里去了 因为我觉得这平常心啊 人人都该有 是是 哎 所以我觉得啊 做平常人 怀平常心 干平常事 过平常的日子 多幸福啊 对吗 但是你说这难吗 哎呦 平常心 那当然难了 哦 咱就拿你来说吧 我怎么样 争名逐利多少载啊 哎 我哪有这么邪乎 对不对 说相声的 谁不想朴素的向上 哎 我当大腕 是 我说相声挣钱 哎呦 买别墅 我 弄豪车 这心态已经不平常了 这这确实差点 对不对 你刚才说那朴素的那是平常的 哎 回过头来想一想 嗯 咱们有这么大本事吗 真是 是不是 哎 这钱真到自己手里 啊 够挣的 有够花的时候吗 都烧的 对不对 是 所以千万别有这样的心态 嗯 哎 拿我来说啊 你怎么样 我平常心呢 您算有平常心的 哎呦 我这人啊 哎呦 心态最平常 是啊 我跟大伙说 我们相声界 啊 喜欢哎 大家比学赶帮超 有的时候啊 我就经常听到有别人就对我有点负面的声音 就你就说人骂你就完了啊 包括在座的咱们说孙超也好啊 刘昭也好这些 哎 保不齐就有过去骂过我的 不用保不齐 哈哈哈 是吗 表面没骂过 心里也骂过 哎 包括说背后 这个长那个短的 这很正常 这也难免 我都不往心里去 那往心里去又如何呀 哎 你知道为什么咱们不往心里去吗 不知道 人家骂得对 哎呀 好 这就认识是吗 你说的是真的 您是只能有平常心了你 但是怀平常心啊 对 我劝大家啊 嗯 得多跟什么样人接触很重要 跟什么人学习你说 跟什么人学习 啊啊啊 我觉得啊 啊 跟老年朋友学习很有必要 老年朋友有什么心心的 哎 老年人学习怎么了 哎 老年人 对啊 都这样 哪 哎 哪个老年人 这样啊 不是 你老年人可不就这样吗 你他 他当然有平常心了 哪个 我就问你吧 啊 你妈妈今年多大年纪 六十六 你妈这样吗 你妈出门 哎 哎 对 是 有这样的吗 我说那有点太老了 对呀 我妈还真不这样 老年人现在这生活多美好啊 哎 心态多健康啊 哦 咱就拿年轻人来讲 嗯 现在啊 10点起床算早的 还真是 11点起床合适 哎 12点正好 嗨 你再看老年朋友 他们几点起 5点6点7点准起 哦 四面八方涌到公园里 嗯 锻炼身体很快乐呀 这也心态的表现 对呀 哦哦哦 那你爸爸来说啊 他的名 每天4点半准时起床 4点啊 哎 到公园里边喊喊嗓子 土就纳心 哎 往这一站 嗯 这劲头都精神的 是啊 嗨 嗨 嗨 吓我一点 嗨 还有小嗨 嗨 哇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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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您等会儿吧啊 就是你给我爸爸吓的知道吗 哈哈哈哈 我喊出救命来了 锻炼吗 您锻炼您离是做人远点下回啊 是不是 确实确实有这个 很快乐 很快乐 到6点多桌 对 人越来越多呀 四面八方涌入公园 全来了全快来了 二十多个叔叔阿姨 哎 围得一块堆 我妈妈 你干什么呀 怀平常心啊 做快乐事 什么事 哎呦 义务给二三十个阿姨拉手风琴 唱歌 特别高兴 你妈会拉琴 好着呢 给我拉一首 拉哪一首啊 我也亮亮嗓子 拉那俊马奔腾宝边疆 行好吗 小头啊 阿姨给你来一个 我来了啊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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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唱了 别唱了 不不不 我今儿这嗓子有点不在家 您那太不在家了 您这个 我这稍微 很好的表现 不光是你说这个老年人 你刚才说我爸爸 是 不光是那锻炼 对 那还干什么知道吗 现在就反诈 致力于这个反诈这块 对 现在电信诈骗真对老年人 就电信诈骗 我爸从来不上当 这叫天上不能掉馅饼啊 掉馅饼他也不信 对 挣不着这么大钱 谁给打电话从来不信 尤其是诈骗电话 蒙不了我爸爸 真的 那当然了 喂 你好 这就来了 你好 侯先生您好 我是公号5596的银行专员 侯先生您好 我们检测到您在本行有一张 大额的信用卡对吗 侯先生 有一张 是的 我们检测到前两天 您在新双版纳能比异常的大额消费 请问侯先生您买什么了 买大象 哎 侯先生您好 您买什么了 买大象 哎 您买大象干嘛呀 猜死你 哎 侯先生您好 哎 您好 哎 您好 哎 我们是快递公司的 嗯 哎 我们发现呀 您这个包裹呢寄送有一点异常 哎 侯先生您寄的是什么呀 大象 哎 您寄什么 大象 哎 侯先生您寄大象干什么呀 拿鼻子卷死你 你好 哎 你好 是侯先生吗 哪来的 我们这里是云南西上班纳的民检察员 是这样的 我们发现你是不是买了一个大象呢 买了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 嗯 我们现在将对你提起公诉 哦 那怎么办呀我 哎 你这样往我们的卡里呢转上50万 我帮你帮你取保候审 嗯 那我要不转呢 不转的话我们就派人去抓你 你们来吧 你不怕吗 我让大象一屁股坐死你 不上当我吧 不上当 喂 谁啊 喂 谁啊 喂 大哥 大哥 谁 谁 谁啊 谁啊 大哥你听出来我是谁了吗 哦 书 书霞 啊 大哥 我就是书霞 大哥 真是书霞呀 大哥 哎 书霞这儿落配有难了 我在医院检查身体呢 书霞 书霞 大哥 书霞 你别往后说书霞 大哥给你拿10万块钱你先花着 有什么困难就找我 我跟你说存桌里还有70多万的 什么随时打电话随时找我 好吧 书霞 谢谢大哥 书霞你还在吗 书霞 谢谢 谢谢榜一大哥 谢谢 谢谢 榜一大哥 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英雄难过美人观 冒充熟人诈骗 弄一老太太十万块钱给人家了这叫 这也难免 那都没上当 你看这就不叫平常心的 这不叫 钱你算计的事情紧 一到这事上你就不平常了 加强学习 你看那心态波动的多大呀 谨慎转账一会 拿我妈妈来讲 这事不但不信 这日子平常样样算计的过呀 这倒是吃不穷花不穷 哪个超市打折 哪有什么农村大吉 哪送鸡蛋 哪超市东西最便宜 我妈钻想这个 这全都知道 那是啊 哎呦 这脚猴嘛 这就是陈全他妈来了啊 哎呦 好孩子 还敢出来呢 我怎么不敢出来啊 你爸爸那十万块钱要回来了吗 提这事干什么呀 哎呦 我们都听说了你知道吧 哎呦 给他骗走十万块 哈哈哈哈 干嘛我家事 你怎么那么高兴呢 不是阿姨就听说了 你知道吗 你别传去了就 嗯 是的小猴你来这买什么呀 我买点大米 哎呦买大米啊 我跟你说阿姨给你个建议啊 这呢是咱们辽宁盘锦的大米 特别香 这个呢 黑龙江五常大米 这也好啊 这种有油 你明白不 这南方大米尝这儿弄煲仔饭五的 都挺合适 行行行 你买哪个呀 进口大米 放下吧 怎么了 就你这样你吃进口大米啊 啊 你爸爸让人骗走十万块钱 你吃进口大米啊 怎么又提这事呢 不知道寒碜的这孩子 你说真是 我还得给你外边散 你要散说我我走了 你别走 干嘛呀 我跟你说你尝这花生 尝花生米 人家让尝 哎呦不是你尝 吃一口怎么样 还行还行 好吃吧 我来二斤我跟你说啊 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进制品尝 哎呦 这孩子怎么这样 人不让吃不让吃 拿起就吃啊 这不你让我吃了吗 我跟你爸爸一个得行 真是没法呢 我告诉你 还得散你去 这还赖我了这个事 你看老年人啊 生活当中处处细节 都怀平常心 是吧 不占小便宜 对 平常多锻炼身体 是 早起早睡 好心态呀 这么办得了 干嘛呀 代表万千老年人 在这表表态 你听他们对平常人的解读 那才叫真好 不不那我听听 来了这感觉啊 可以可以 朋友们 年轻人们 哎 你们好 你好 我 我的名字 叫马玉环 哦 马阿姨 嗯 我今年65岁了 嗯 今天我们的话题啊 是平常心 阿姨想跟你们分享啊 如何能拥有平常心呢 就是做你认为对的事 拿我们来说吧 都经历过呀 相对困苦的岁月 但是现代日子过得很好 就要珍惜 哎呀 哎呀 不是 您要说什么呀啊 我就是想告诉你们 珍惜当下的生活 这应该的 就是最大的平常 是是 明白了吗 我都明白啊 小猴啊 阿姨来也不白来 干嘛呀 最后啊 嗯 还得抓紧嘱咐你一句 您赶紧说 你爸爸那十万块钱 要回来了吗 他还想着呢 好 谢谢陈荫 震鹏 感谢两位 谢谢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啊 是平常心啊 其实说到平常心 我们生活当中呢 好像自认为每个人 也都能保持平常心 但有的时候 到了那个爆发的瞬间 可能有时一下就不淡定了啊 这个印权 震鹏 有没有这个忽然爆发的时候 有吗 其实忽然爆发好多都是 都是小小事 这两口子过日的都是嘛 这两口子过日的 有时就拿我们家来说 说这个牙膏呢 我弄完那牙膏盖呢 就随便一放 他说呢 咱们见天说你 就见天不改 然后我就说这小事 你看着你给盖上就行了 他说我天天干 天天干 我说你天天干也不费事 就这因为 然后最后就打起来了 人说得对 你应该有这好的习惯 但是咱们就觉得 你这么点小事 你跟这儿叫什么劲 他时间长了 可能忽然他看见就爆发了 对 你看年轻人 你看他这态度 咱们俩小事 就这种完事不公这个劲头 我觉得陈云全你像他媳妇 我当他媳妇 我当他媳妇 我当不来的 这服务员一句话我就能急了 一万多 多多少啊 我是买不起吗 是真买不起 但就你这说法就特地 我哥生气的点主要在于服务员看出来 我都买不起来了 就前两天我约个网页车 喂你好 你为什么在天塔那边啊 我说我写的是这个地址 你这个定位就是在湖里啊 小满 哎呦 你别吓唬我行吗 小满 哎 小满 我知道你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下满盲夏蜀香年 二十四节气当中 到夏天有小满的节气 咱们俩握握手 我是盲中 我爸住院了 我奶奶着急啊 你奶奶肯定着急啊 是啊 儿子住院了当妈能不着急吗 那当然了 但没关系 怎么着啊 你姥爷有平常心 我奶奶住院了 我姥爷有平常心 有什么关系啊 你奶奶跟你姥爷 没点关系吗 他们有什么关系啊 你不知道他们俩什么关系啊 我不知道 我的 亲家呀